國內次世代疫苗二四號開始 在各縣市開打 目前開放的對象六十五歲以上 長者 長照機構住民等 不少民眾早上就來排隊接種 有很多人準備要出國去 但如果你想到日本玩 除了必須打滿三劑 還得留意疫苗是否被認證 像是高端就不在內 民眾必須自費 批示要最少三千五百元起跳 工作人員忙著引到 臺北田徑場在線排隊人潮 疫情持續延燒 我國開打此時代疫苗 不少人也趕搭邊境鬆綁 打好打滿準備出國玩 實在悶太久 民眾出國域越來越強烈 這回第一階段開放對象 主推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和長照機構住民 但想安排出國團去日本 可得留意 除了打滿三劑 團員是否打到高端 小心被卡關 真的好困擾好不容易等到日本十月十一號起開放海外旅客自由行 但現行規定認證認證的三劑疫苗中包含BNT AZ 莫德納嬌生就是沒有臺灣的高端 自費PCR至少三千五百元起跳 極見更要四千五百元 民眾就盼中央想想辦法別再讓出國夢變成奢侈的願望 記者日誌說黃周薇 台北森博到